欢迎继续收听由蓝狮子出品的《大败菊》 作者吴小波 演播启宽 飞龙抢住伟格的商标 江伟显然想把这次抢住的行为 描述成是古老中药文化与西洋药品的一次世纪决战 可是针对抢住本身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 却语言不详 就在他拼命吸引注意力而又顾左右而言他的同时 整个传媒界和经济界也对飞龙的抢住事件 表现出一种十分有趣的难以言表的暧昧 法律学家曹思源在一次访谈中 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在国际关系上 有一句话叫做强权加工理 实力很重要 飞龙早在1992年开始 就涉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才有了今天抢住商标的基础 其实 抢的是什么 抢的是工理 抢的是强权 抢的是市场和效益 显然 曹先生对于飞龙抢住的关注和赞赏 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事件本身的对与错 他是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来进行解读的 他说最近有一种说法 讲的是跨国公司可以安排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我们不争论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中国企业至少可以在科技投入和资本运营上安排自己企业的未来 伟哥开泰商标 有关部门评估其无形资产达到十亿元 我不想争论安排谁的问题 我是站在市场上 而且是在国际市场上运作企业的未来 依照曹先生的逻辑推理 飞龙的抢住是中国企业对于跨国公司的一次战胜 至少算得上是一种示威 在当时 这并不仅仅是某一两个人的观点 美国洛杉矶出版的一本 名为《城市资讯》的华人半月刊 更是喜滋滋地替飞龙辩护道 汉字伟哥并不属于美国产品Valger的中文商标 它只是该产品进入华人市场的汉语义音 飞龙公司看到并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商业契机 注册了伟哥的商标 按照汉族的习惯 男孩叫哥 应该叫江伟先生为伟哥 美国的华人期待着江伟哥带着他的伟哥来美国 等着江伟哥吧 这些专家传媒的辩护和赞叹 无非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也就是把这起遭到道德质疑 纯粹意义上的企业行为 演化成一件事关发展中国家与跨国霸权主义的抗争事件 尽管种种说辞都有可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然而 一家规模不可谓不大 知名度不可谓不高的保健品龙头企业 竟将一家他国公司的发明性商品的汉字意音 抢注为自家的商标 毕竟不是一个很符合游戏规则的做法 围绕着飞龙抢注所出现的种种言论和思潮 生动地凸显出当时中国经济生态圈的 道德及法律意识的混乱和淡薄 当一件事情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早就存在了的 而这些陡生出来的问题 却又往往是一些表象或者症状 却未必是病症本身 就在飞龙抢注伟哥的前后 大江南北万千商家闻风而动 纷纷打出伟哥的招牌 根据阳城晚报的记者观察 仅广州街头就出现了 诸如伟哥神丹、伟哥神鹿、伟哥神丸等 数十种标着伟哥字样的商品 甚至出现了伟哥师傅饭店 以及伟哥壮羊包、伟哥炸颠蛇、伟哥老火亮汤等食谱 而在北京、武汉、重庆等大城市 则出现了Valgera的黑市 一粒Valgera的价格高达300元 一些假冒的伟哥也在暗中兜售 似乎全中国陷入了一场怪异的壮扬浪潮之中 在飞龙抢住伟哥事件发生之初 三间其口的美国辉瑞公司也开始了四处活动 在那个时候 辉瑞申请在中国市场面试的报告 已经送达有关部门 并开始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 辉瑞公司同时透露 该公司早在1998年的5月 就已经在中国香港申报了伟哥汉字商标 根据北京天平商标代表公司国际查询 辉瑞在1998年5月29号 以07025-1998号医药制剂 香港商标分类第五类申报了伟哥的汉字商标 在美国国会和欧盟国家 不少政治和经济界人士 透过辉瑞在中国的遭遇 表现出各自的担忧 他们担心 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 在市场规范化方面 仍然难以与国际接轨 1999年3月28号 灾难终于降临到了 坠坠不安的江伟身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 关于查处假药伟哥的紧急通知 这份编号为199972号的通知 明确指示 要求各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对于市场销售的伟哥一律查封 伟哥为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药品 这种药品在我国正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至今我国尚未批准任何企业 进口此药品 也未批准国内任何企业生产此药品 目前国内除有关医院 正用于临床试验的这种药品外 市场销售的均为假药 时隔不久之后的4月14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再次发出编号为199993号的通知 要求各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依法查处沈阳非龙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的裂药伟格开泰 其理由是 1998年12月 非龙公司原中药保健药品 延伸互保胶囊 经辽宁省卫生厅同意 更名为开泰胶囊 但药品包装和所附材料中 实际宣传药名 伟格开泰胶囊 与审批药品开泰胶囊不符 伟格开泰胶囊 使用说明中所称的主要化学成分 去氢紫金碱 在审定的处方中也未曾涉及 更为严重的是 该公司擅自更改该药的功能主制 误导消费者 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由辽宁省卫生厅透露的这条消息 再次让人们对于非龙公司的 广告诚信度产生了疑问 因为在此之前 非龙在所有的宣传资料中均称 伟格开泰是非龙 与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位 叫做爱华的美籍华人教授 从1992年就开始研究的新产品 他从研制到生产的全过程 由美国智慧发展有限公司总监制 然而 根据辽宁省卫生厅的资料 伟格开泰仅仅是 已经销售多年的 延伸互保胶囊的更名 如此而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要求各地的药监部门 立即阻止 伟格开泰的任何宣传销售活动 并责令非龙公司 在规定的时间内 全部收回已经销售的产品 这是药品管理法颁布14年来 国家药监部门第一次 对一个企业处以产品退回 和禁售的急行 这两道通知如一块硕大的天外陨石 突然砸进了一个沸腾着的大汤锅中 顿时 溅起了惊天的波澜 他无异于两份急行的判决书 一下子 把刚刚准备再一次起飞的飞龙 又猛地打回到了地狱之中 正憧憬着美好未来 而兴奋不已 高歌长笑的江伟 被卡住了咽喉 此刻他已经别无选择 江伟开始了最后的抗争 4月23号 在北京 4月29号 在沈阳 他连续召开了大型的新闻发布会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证据 他宣称 真正的拳手不在于他怎样把对手打倒 而在于他被打倒之后 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自己爬起来重新战斗 5月6号 飞龙宣布起诉他的顶头上司 辽宁省卫生厅 同月 他又将一纸诉状递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状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并提出索赔1.26775亿元人民币 这是我国行政诉讼法 颁布十年来最大的一起民告官案件 飞龙聘请的律师团 也可谓是阵容强大 其首席律师是当年行政诉讼法的主持起草人之一 其他的 比如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副会长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原商标局局长等等 一时滑盖云集 气势逼人 在市场上 江伟也表现出东北人特有的倔强 对于个别经销商的退货要求 飞龙一概不予理睬 而这起备受关注的民告官事件 不久便冷却了下来 其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柳暗花明 6月8号 辽宁省卫生厅发文同意 沈阳飞龙恢复生产 然而要求将伟格开泰改名为春意开泰 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则正面应诉 向法院递交了答辩状 到2000年初 最终传出的消息是 飞龙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将伟的抢助计划终搞流产 2000年8月 美国辉瑞公司的Vigra 被正式获准在中国医院销售 其中文标准名为万爱可 伟格一词 与飞龙抢助的闹剧 和数以百计的假药一起 沦为不值一提的市井侠语 2000年1月 就历的春节之前 疲惫不堪的江伟 在北京召开了他自称的 20世纪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 记者观察到 一向在公开场合注重仪表的江伟 头发没上摩丝或发胶 西服也没系扣子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 江伟宣布飞龙将再一次起飞 跟前几次不同 江伟宣布能见度很好 此次起飞 他带来了两个秘密武器 一是因为伟格开态 而推迟面试的热毒瓶 一是他决定出让飞龙51%的股份 他说 飞龙的起飞时间定在开春后的四五月间 他说 从今天开始 飞龙正式走向未来 他说的这些话 都在媒体上被一一刊登了出来 然而 人们正在用一种过去式的目光 来注视着飞龙 2000年的开春 人们更愿意津津乐道的 是网易26岁的CEO 丁磊 可能要把总部搬到北京了 搜狐的张朝阳 到底会不会像他宣布的那样 成为中国首富 一些新鲜的故事 在新世纪春风的吹拂下 正哗哗地掀开清新的一页 你注意到2000年的四月或五月 有一个叫飞龙的公司 在你身边又起飞了吗 让我们回头看一看飞龙的发展 1990年的10月 江伟来到飞龙 此时的飞龙只是一家注册资本75万元 职工60多人 生产一种名为飞燕减飞茶的小厂 稍后 江伟开发出延伸互保业 1991年 飞龙开始对一些城市进行轰炸式的广告投放 1992年 飞龙的广告费投入1000万元 利润飙升到了6000万元 1994年 延伸互保业在全国的市场上一片旺销 江伟也因此荣获全国杰出青年企业家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三大桂冠 1995年3月23号 飞龙集团取得了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获准文书 4月18号 江伟突然宣布放弃上市 1995年4月 江伟巡视全国市场 发现飞龙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6月 江伟突然在媒体上宣布 飞龙集团进入休整期 1995年10月 飞龙集团二次起飞出师不力 1996年初 江伟被迫决定退出省会城市 向中型城市延伸 然而 处处遭遇阻击 最终全线溃败 稍后 江伟在企业内部开展了整风运动 并对中高层干部中的8%进行了清除 1996年7月 江伟抛出题为《我的错误》的蜿蜒检讨 李晨总裁的二十大失误 发表之后 国内传媒广为转载 一时间 关于飞龙的种种流言四起 1997年6月 江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 飞龙集团的负债仅仅为1600万元 有望收回的货款 约有3.5亿元之据 1998年8月 沈阳飞龙公司向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注册伟格字样的商标 并正式被依法受理 同时 飞龙向外宣布 飞龙集团早于1992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个治疗男性勃起障碍的药品 韦哥开泰 1999年2月1号 韦哥开泰正式上市 据称 上市首月的销售额达到了6000万元 1999年4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飞龙生产的裂药 韦哥开泰 1999年5月6号 飞龙宣布起诉辽宁省卫生厅 同月 飞龙又在北京状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并提出索赔1.26775亿元人民币 2000年初 飞龙的诉讼以失败而告终 江伟的抢助计划终告流产 2000年1月 江伟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决定出让飞龙51%的股份 飞龙将在四五月间再一次起飞 江伟一直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他曾经对记者描述说 当你突然间从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转变到无所事事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恐惧的 他一直试图重振沈阳飞龙 2002年的前后 资本市场的得龙戏如日中天 江伟曾经与唐万新多次接触 想要联手搞资本经营 最终 他发现自己受骗了 2006年 江伟出版了一本图书 《变异中国和谐文化的思考》 他宣称 自己将进军文化产业 通过建造三大网站 来实施打造庞大的网络文化帝国的计划 这三大网站分别是人形电堂 网络智能中医和虚拟城市实用动漫电子商务 他的目标是 三到五年内超过百度 阿里巴巴 盛大等中国企业 并挑战Google的霸主地位 2007年2月 江伟突然又演出一支抢注戏 当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小瑜 因涉嫌重大贿赂罪被双规 沈阳飞龙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郑小瑜商标 用于生产耗子药 鼠药 灭鼠剂 杀害虫剂 杀寄生虫剂 江伟对记者说 贪官污吏 常被老百姓斥为硕鼠 而郑小瑜正是这样一支不折不扣的硕鼠 飞龙用这样的一支硕鼠名来当耗子药 杀虫剂的商标 也是给大大小小的官员敲个警钟 江伟对于郑小瑜实在是有旧恨 他当年抢住中国伟哥 就是夭折在郑小瑜之手 2008年11月 沈阳飞龙宣布将进军洋酒行业 江伟决定将山寨注册成商标 使用在产品上 2010年4月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违法药品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公告 列举7个广告严重违法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其中包括沈阳飞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 荣企补肾健皮茶 广告中宣传的名称是 延伸互保茶 2012年11月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对全国医疗 药品 保健食品 化妆品 及美容服务类的广告 进行监测抽查 公布了部分严重违法的广告 其中 包括沈阳飞龙药业有限公司的 乌脉抑制合计药品的广告 该广告利用医生患者的名义做证明 含有不科学的 表示功效的断言和保证误导消费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